而在高雄市年轻人北漂的话题被韩国瑜炒得火热 不过真的事实就是如此吗 像很多人不知道 跟卢彦勋起名的网球名将王宇佐 随着爱妻定居高雄已经三年了 他说把高雄当作一个永远的家 因为高雄人蛮有温度的 他甚至还在大辽区找到了地 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球训练基地 而他爱高雄的故事 最近也被po在脸书WeCare高雄粉砖上 里头天天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定居高雄的故事 要证明高雄不是真的又老又穷 大家好 我是居民王宇佐 我已经住在高雄三年了 这位与卢彦勋起名的网球名将王宇佐 三年前选择定居高雄全是为了爱 老婆是高雄人 然后我等于是嫁来高雄 这边高雄的女婿 出生在遥远的沙屋地阿拉伯 跟家人住了四年多 回到台湾后原本待在台北 但王宇佐不喜欢 很拥挤啊 时间过得很快 花很多时间在交通 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 深爱高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近距离有山有海 到处都是天然训练场地 当然还有和老婆约会的好地方 常常会跑那个楼梯 在那个柴山那个楼梯 就很开心说我们要去动物园了 结果没有要去跑切剖之类的 然后就会到中山大学那边 有一个我们自己常常讲 那个叫什么秘密基地 然后每次到那个秘密海滩的时候 我觉得啊 疗愈了 33岁的王宇佐在国际网坛 单打最高排名为85名 大满贯成绩 曾打进澳网第二轮 美网第二轮 还多次代表台湾 参加亚运 东亚运等成绩优秀 现在他还在高雄找到地方 盖专属球场 在大辽区巷弄内 这座约四层楼高 灰色的铁皮屋 战地超过百平 外观看起来很新 这就是王宇佐为自己建立的 网球训练基地 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球天堂 尽情挥洒球拍 训练教学都行 就算常常出差到国外或北部 他也宁愿紧绷行程 尽可能返回高雄的家 高雄是一个永远的家 因为高雄人 蛮有温度的 来自各行各业 看见高雄发展进步 选择定居故事影集 贴满在WeCare高雄粉丝专页上 球星网于左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各界大声说出爱高雄 也见证高雄 并非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所说的 又老又穷 明示新闻阿布斯 吕燕杰高雄市报导